当中酒店群居案有一名公读生确诊 他又传给了同校的同学 而偏偏这一名同学 接着又参加了16人的大聚餐 目前是已经造成了双倍至少三所科技大学 一共是4名学生确诊 专家认为学生在放寒假的假期聚会活动 应该要尽量避免 否则开学之后校园可能会变成病毒温床 德民科大证实有学生确诊 案18589CP值22.826号确诊 消防表示10号已经放寒假 他更是早在7号就没有再到过校园 研判是校尾染疫没有学生被匡列裁减 16个朋友一起聚餐 待的时间好像还蛮长的 在郊西饭店打工的中国科大生案18495 和同校的案18521一同用餐 接着他又参加了一场16人聚会 导致德民科大生案18589 和治理科大生案18611染疫 双北三所科大已经有4名学生遭感染 专家担心春节放寒假 恐怕会有更多群聚案 就怕寒假开始后校园陷入危机 专家提醒疫情间聚会最好避免 以免让疫情持续扩散 这样是曹正 拜 aos文字兰帮助